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同于地震更频繁 却往往不具有太大的破坏力 太阳风暴的释放形式更具有多样化 涵盖了等离子体云 电磁辐射 以及高能带电粒子流等多种形式 尽管地球和太阳之间有较遥远的距离 但强大的太阳风暴足以将地球上的电子设备破坏 比如电网或通信设备 当太阳爆发该活动所产生的能量和物质进入境地空间之后 便会导致地球空间被强烈扰动 且不局限于地球磁层 同时还涉及到地球的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 而地域性 突发性和周期性又是太阳风暴最基本的三个特征 换而言之 太阳风暴是有规律可寻的 25年一次超强太阳风暴 3年一次普通太阳风暴 那么4年后 太阳将袭击地球 作为一个标准的恒星系 太阳对星系里的所有天体都有着强大的干扰 地球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 有地磁场和大气层的保护 我们感受到的太阳活动其实并不强烈 但是别忘了 超级太阳风暴具有周期性规律 它迟早会发生 见识人类将面临一次考验 太阳看似温和 实际上它对外释放出的高能辐射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太阳风暴发生时 会在短时间内 释放出高强度电磁辐射 高能带电粒子流和等粒子体云 除了靠近太阳系边缘的天体 其余天体都会受到干扰 尤其是地球 随着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 太阳风暴对人类的影响日益凸显 更棘手的是 我们无法掌握太阳风暴的规律 它会以什么形式袭击地球 能量会传递到哪个方向 我们都不清楚 唯一有帮助的是 我们能观测到太阳要般增强 往往这就是太阳风暴的前兆 热面物质被大量抛射出来 遍布整个太阳系 主要成分是高能带电粒子 它们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几个小时就能靠近地球 进入地球磁场的范围 异常情况表现在高能带电粒子 会直接深入地球磁场 破坏里面的电力氢和电力氦 此时地球磁场的平衡被打破 地球空间环境会发生猛烈波动 地球上的生物没多大感觉 但是对那些人造卫星和航天器来说 却有很大危险 它们会直接攻击人造卫星和航天器 造成辐射损伤 在高能带电粒子之后 到达地球的 适等离子体云 它对地球磁场的干扰 比前者还要大 因为它可以和磁层发生相互作用 引发地磁暴 对含有金属的人造物 尤其是对变压器的干扰 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断电现象 一定区域内的电力系统瘫痪了 导航通讯系统也会被干扰 通讯网络不再畅通鼓鼠 新的研究结果显示 太阳风暴的爆发周期有两种 一种是每隔三年会发生一次的强度相对较弱的类型 而另一种则是每隔25年会发生一次的超强太阳风暴 对于我们地球上的生物而言 不管是哪一种都存在较高风险 区别只在于可造成的破坏强度之别 然而一场巨型太阳风暴正在奔地球而来 很可能于明天到达地球 太阳风暴可能会摧毁卫星 破坏电力供应 并激发北极光 它是由上周在太阳大气层中发生的一次 被称为太阳药班的大爆炸神成的 太阳药班的带电粒子目前正在向地球奔来 这次太阳风暴来袭 正值地球磁场出现裂缝之际 每年3月20号和9月23号前后 地球磁场都会出现裂缝 磁场出现裂缝会削弱地球抵御带电粒子的能力 商业航班和GPS系统将受到太阳风暴影响 地球磁场出现裂缝 也意味着天文学家本周看到北极光的可能性增加 可能看到北极光的包括苏格兰部分地区和英格兰北部地区 以及美国位于北极圈的部分 其中包括密歇根州和缅英州的部分地区 来自太阳风暴的带电磁性粒子会干扰地球轨道和地表的机器设备 如GPS系统和无线电信号 它们还可能因扰乱地球磁场对大型客机造成威胁 非常大的太阳药班甚至会在电网内生成电流 破坏电力供应 其实早在1859年的时候 地球就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太阳风暴 即卡林顿事件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情况 只有少数科学家察觉到了这次太阳风暴 主要证据是地磁波动 后来我们依据当时留下来的资料 极光的笼罩范围推测出了卡林顿事件的真相 研究人员还研究太阳 以了解其结构的更多信息并获取数据 预测不同类型的太阳药班 其中包括太阳药班和日免物质抛射 由太阳喷射的等离子体云和磁场太阳药班 和通过日免物质抛射喷射的粒子 与太阳表面黑子有关 黑子都是剧烈的磁场活动区域 当太阳黑子中的磁场相交时 会产生能量爆炸 称为太阳药班 当太阳药班发生在朝向地球的太阳一侧时 它们只会对地球产生影响 有时这些爆炸会造成日免物质抛射 太阳喷射出大量的等离子体云和磁场 再往前追溯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们 曾经看到过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红光 其实就是极光 科学家猜测在公元前七世纪同样爆发了一次太阳风暴 通过测定数目年龄里的碳同位素 科学家肯定了这一猜想 再过三年或者四年 下一次太阳风暴就会到来 上次太阳风暴还是2012年 帕克太阳探测器成功 有了个任务就是监测太阳活动 为了下一次太阳风暴做准备 让科学家感到不安的是 未来太阳有可能会爆发一次超级太阳风暴 第一次场势必会受到猛烈冲击 如果它没能挡住 高能力子流袭击地球 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会瘫痪 现代人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电力 可以说没有了电 人类文明进程都会中断 我们使用的手机电脑照明灯都要充电 没了电就是一块砖头 没了电能 人类社会倒退一百年都有可能 而电力系统想要修复非常麻烦 少说也要二三十年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让探测器时刻监视太阳活动 察觉到太阳药斑增强时就发出预警 人类要同心协力度过这次难关 事实上电力系统下线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影响 等到太阳风暴结束后再恢复就行了 人类文明也就不需要重启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虽然我们测算出了每次太阳风暴发生间隔的时间值 但依然无法实现预测下一次太阳风暴发生的准确时间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越来越依赖电网通信和卫星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一直在花更多的精力来研究相关领域 那么小伙伴们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